好,大家好,我是千锋的大数据讲师 接下来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运势大数据的咱们的一个课程 好,OK,那咱们呢,继续开始啊 那咱们上节课咱们说到了咱们的这个 Hadoop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概念 咱们接下来去看咱们第四点 Hadoop中的版本 OK,咱们说啊,在咱们这个Hadoop开始的时候呢 Hadoop啊,存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区别 有如下两点 首先呢,咱们说,Hadoop一版本中 版本中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核心组件啊 其实呢,就是为咱们的这个HDFS 以及咱们的MapReduce 而在咱们说,现在咱们使用的版本时期啊 是咱们Hadoop二版本啊 二版本中它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个二版本中依然存在咱们的HDFS 这些是没有变的 以及呢,咱们MapReduce 但是呢,新增加了一个功能 一个叫做功能,叫做Yah Yah,那这个Yah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接下来呢,去看一看啊 第五点 Yah介绍啊 这个Yah呢,其实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咱们一个叫做 在咱们传统的意义上 咱们先简单的了解 叫做呢,云操作系统啊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资源管理器啊 资源管理器 主要做什么事呢 管理咱们什么呢 集群中的资源 对不对啊 咱们可以 为什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咱们的这个叫做云操作系统呢 首先啊,咱们去理解 比方说我现在使用的这台电脑呢 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那我现在呢 我这些 Word啊 这个网页啊 是不是都已运行在我这个操作系统之上啊 对吧 那比方说 再增加了 Yah这个叫做 资源 就是说叫做操作系统之后 咱们的这个叫做 MapReduce任务呢 就可以啊 跑在咱们的这个叫做 Yah平台上 对吧 Yah平台上啊 通过咱们的这个叫做 MapReduce任务的管理资源的分配 对吧 对吧 通过这个东西啊 就可以了 那其实呢 那咱们的Yah平台呢 还有什么好说啊 大家去想 那如果说我没有出现这个Yah的这么一个平台架构之前啊 那咱们的这个Hadoop呢 只能泡咱们的这个MapReduce 也可以通过Yah平台运行咱们的这个Spark任务 对吧 Spark任务啊 包括说 Spark可以呢 读取咱们的这个HTFS上的我们的数据文件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很好的兼容了其他的一些应用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这是咱们的一个Yah平台的一个介绍啊 OK Yah平台的一个介绍 OK 那咱们接下来去看啊 咱们的第三点就是说 咱们要去看咱们的这个Hadoop的一个生态圈介绍 以及咱们一些官网 那咱们呢 首先打开咱们的这个Hadoop官网 在这个里边呢 咱们去看一下咱们的这个Hadoop有哪些咱们的一个生态组件啊 包括说它的一个概念 好 首先在这里边呢 这块是咱们Hadoop领域的一些 咱们的一个基准模块 包括这块也是咱们Hadoop的一个基准模块 在这个里边呢 咱们看到这块 我对大家呢 给它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 咱们这块直接写上一个叫做 6 Hadoop生态圈介绍 首先呢 就是说啊 对于咱们这个数据啊 咱们一般来说 数据呢 它都是有一些这个来源的啊 咱们要说存在圈呢 咱们先把这个数据的来源啊 介绍一下 在这个企业中呢 一般数据的来源分为呢 两种 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咱们的这个叫做 企业内部的数据啊 企业内部的数据 那企业内部的数据 它都来源于哪呢 啊 例如咱们的这个叫做 嗯 例如 业务数据 对不对 那它都保存在哪呢 业务数据一般来说呢 保存在咱们的这个叫做 关系小数据库中 库中 啊 比方说 还有咱们的什么呢 应用的服务器之质 服务器之质 对吧 比方说 我搭建一个什么呢 NGX服务器 是一个网站的 那比方说 我有哪些用户 访访问了呀 哪些 哪些地方的用户访问了呀 那它这些访问了 多少时间呀 访问的IP是多少啊 那这些 应用的这个日志文件 我是不是都可以获得了啊 OK 这是咱们的 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个数据啊 就是它的这个来源啊 那还有呢 它的来源 比方说呢 嗯 叫做这个叫做 外部渠道获得 外部渠道获得呢 比方说 像咱们的这个叫做 用户的行为记录啊 用户的行为记录 那比如说 咱们去网上购物 我去浏览了很多个商品 浏览了很多个店铺 去浏览了很 很 就是 做了一些 购买的一些操作 消费的记录 那对吧 那这些呢 我的这些行为 都是咱们会产生的一些数据 对不对 那它主要做为什么呢 推荐 嗯 系统啊 来实现 例如呢 咱们可以通过呢 通过 搜 搜索的关键字 关键字 包括说这个叫做消费记录 啊 可以呢 可以统一出来 让你这个用户啊 在经常去浏览哪些商品呀 经常对哪些商品进行一个消费呀 我就可以通过你的这个关键字和消费记录为你推荐相类似的商品那个商品对不对 OK 啊 包括还有什么呢 爬虫 技术 对不对 那这些数据呢 啊 都有一个特点啊 比如说咱们企业中的这个叫做业务数据呢 包括说日志文件的它呢是一个叫做结构化数据对不对 而咱们说外部渠道获得的数据呢 大多数都可能是一个叫做非结构化数据 啊 非结构化数据啊 那这两点数据呢 啊 咱们都怎么去做呢 首先啊 啊 咱们这个生态圈里边它存在很多的一个组件 首先呢 我我这种方式啊 咱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介绍 例如 在咱们这个叫做数据啊 来源阶段咱们已经清楚了 那我的数据来源之后呢 我数据要什么 要进行一个什么呢 清洗吧 因为我所有的这个数据啊 不一定都是我需要的 对不对 我要清理说我需要的一些字段 需要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在咱们的生态圈组件中可以使用咱们一个叫做 害我进行咱们的一个数据的清洗 对吧 然后呢 我清洗完呢 这个数据呢 我要把它放到咱们一个叫做传统的数据库中进行一个保存 我可以怎么让它和传统数据库进行交互呢 咱们可以通过scope啊 scope啊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导入和导出 它跟那个传统数 它就相当于一个传统型数据库的一个桥梁啊 ok 那咱们说了 那我的这个数据日志啊 有可能是我的一个日志文件 那我怎么把日志文件拉取到我本地进行一个数据的存储呢 咱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flume 它呢作为一款日志收集工具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收集 ok 那比如说我用户的这些行为记录啊 我怎么进行一个存储呢 可能说大多数都是一个非结构化的数据 包括说我爬虫的一个文本呀 我怎么进行存储呢 咱们可以通过hbase数据库进行一个存储啊 进行一个存储 那最终呢 咱们来进行一些呢 这个统计分析 那其实呢 咱们刚才也说过还有什么呢 hdfs呀 mypreduce呀 reduce啊 这些呢 都是咱们生态圈中需要去了解的一个组件啊 那咱们以后的过程中呢 当你去学习大数据就说 这些组件呢 都会被接触到啊 包括说还有一个组件 就是说那比方说咱们搭建集群 那集群中我怎么去保证集群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呢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组件叫zokeeper zokeeper啊 它呢可以帮助咱们完成集群中的一个 统一化统一的一个协调 OK 那这也是咱们的这个 Hadoop生态圈的一个介绍 以及咱们Hadoop中的一个版本中的一个介绍 OK 那咱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